高雄真的是一个很宜居的地方啊 又有海又有山 我们现在一大早到 高雄 宋山 宋山 宋 哦 宋山 据说这边可以直接俯瞰海岸线 感觉路上车很少 我跟我说这边的人会认为中列词 因为供奉了很多已经去世的人 阴气就比较重 所以在傍晚特定的时间就不要来了 但是我们的文化是正好相反的 就是我们会觉得供奉了这些阴工殉职 甚至说为国捐躯的人的地方 都是阳气很盛 因为正气凛然嘛 这花魂怎么这么好看呀 这山上肯定猴子也特别多 有好多猴子丢死我 不知道抱着一个什么东西 抱着一个心吗 还是 哦不是我的猫 我也不能说什么 但是 这山上肯定猴子丢死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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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见了 是小石虎吗 不见了 二有一只跟着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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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能看到 这是我们小学的意思 是吗 小学都是这种 我们小学是金属的 这个小学的椅子还挺舒服 高度正合适 就是膝盖会稍稍高于胯骨 这种高度是对腰最好的 嗯 好吃 高和铁板面 不小心 不小心 今天一大早来再拜 也不知道拜的是什么 三观大帝 三观大帝是道教的吗 天宫拜天宫 玉皇大帝 大家都在排队 我也拿了个莲花 然后拿了红包和三只香 然后现在应该是要找地方放的 我来看 这边拜的是三观大帝 我和我在这边给全家给点光灵灯 他需要在那个屏幕系统上面录入 名字叫什么 终于每一年 问到我说你多大了 数什么的 我说我甲四年的 他说数数得就39万 直接给我多算了两岁 我说你多大帝 这个就是铜仔米糕吗 我还以为是米和糕 这好像猫粮的泡泡 感觉应该很好吃 这什么 像芋头 菜全都上齐了 我的是芋头肉骨 肉骨酥 细面 看着不错 红酱好香 好 最后吃了口辣椒 接下来要去银行开账户 没有自己的银行卡 没有自己的账户感觉就是不爽 虽然我暂时其实没有想用自己的卡买点什么 但是万一呢我可以不用 但是不能没有 台湾也是用存折的 台湾的银行服务和英国还是有区别的 我有时候都觉得英国的银行服务是在搞慈善嘛 跨行提线 跨行转账 这些都是不要钱的 但是在台湾和其他一些地方都是要不一定的费用 然后我也问了开信用卡的是 因为信用卡有好多好多的offer 我甚至都在想要不要为了开信用卡 先随便找一份工作做着 做他三个月半年开了信用卡就可以辞了 现在回忆起来 当时在英国第一次开信用卡是HSBC的 额度只给了我250磅 就是我那时候上学嘛 后来工作了 几次申请提高额度 他们都不同意 那个时候考CFA还不能用debit card付钱 必须要用credit card 我交考试费都交不出来 250磅能干什么 都是找朋友借的卡 交了考试费 一怒之下把它给关了 因为后来出现了很多好用的信用卡 各种offer 然后各种cashback 不用就是亏 申请了其他的卡之后就把灰封的关了 其实现在想想很多事情在英国已经觉得 自然而然的 我就是应该有这个东西 但是其实并不是 回头看所有的东西都是一步一步积累出来的 都是一点一点演化才有了后来的生活的 那我在台湾现在也是一样 要一步一步的去构建一个新的世界 在台湾上 中文字幕志愿者 负培 中文字幕志愿者 负� 中文字幕志愿者 负责